与3比5赋予了瑞士的阵容相比 德国队主教练勒夫恢复了主类阵容 七名半人队员首发出场 施维因斯泰格因伤缺阵 赫迪拉与克罗斯组成了双后腰 两队此前有个三次交锋 德国三宅三节 近十球仅十一球 可以说心理上占据着绝对优势 他们在第十九分钟时险些破门 克罗斯远射被封骨 瓜藤得球横汤倒地射门 皮球击中的门主弹出 第四十分钟 德国队打破了僵局 赫迪拉进局外直塞后 两位拜人球员做出了精彩配合 穆勒倚注后卫 顺势一脚传到中路 跟进了哥迈斯大力抽射 为德国队一比零取得领先 下半场 徐尔勒和克罗泽出场 替下波多尔司机葛格迈斯 小将徐尔勒的表现非常出色 替补出场后 他在第八十二分钟 为德国队扩大了比分 厄切尔中路反击横传 徐尔勒横汤晃过后卫 一脚漂亮也射得手 他用这脚漂亮的世界波 为德国队将比分扩大为2比0 这位来自洛库森的21岁前锋 已经连续第二场比赛 为德国队进球了 最终 2比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德国队轻松地迎来了一场胜利 保持了对以色列四战军